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做明导 就你跟女人打交道很有一套呗 是不是嘴特甜 那你这样吧 你夸夸我们的女boss们 她们的皮肤到底怎样 邀请所有的女企业家上台 请你拿出你的专业来 来 接下来这就是美容院所有的客户 是吧 你用你的专业知识 来让她们能够进一步地在你们那儿消费 成为你们最忠诚的消费者 来 来 你好 美女 看你平常很漂亮 一般很少人叫过美女的 那个叫你小小女 她这样 就是我看你皮肤非常不错 我平常常注意这方面的保养吧 也没怎么注意 天生力至吧 哎呀 太棒了 像你这种人特别的小 这么天生意志 可以看看我们这是谁 最有消费力呀 谁你的主要客户 对吧 像我这种不是精准客户的 是不是 可以不那么重视 其实的 你们其实都是我的重要的客户 没有说是高与低 是这样 小伙子 你要想清楚 我们其实都是有需求的 第一 你要挖掘我们的需求 第二 你要找到谁有可能 最今天就给你刷单的 你这是一个销售的最基本的素质 我们都站在这儿 你按照他一个人说 我们可以走了 谢谢再见 对 你所以看一挑一下 你觉得谁最需要 你今天来面试的是招商和销售 对 给了你一个你熟悉的场子 就是考试啊 土耳老师给你出了多好的题 这都是有消费实力的 对 你看谁最容易承担 像我们贾姐都能够 给你办十万块钱的卡 看能不能说服 对 看能不能说服啊 真是给你一个这么好的题 你平时的美容院不就这环境吗 我在美容院这招商 对接都是美容院的老板 挑一个老板嘛 今天我们离开了一个小型招商会 来了六个潜在的加盟商 你一个场景下 你帮我们做个销售吗 好 各位美女 就是怎么说呢 咱们来到这场 咱们都是想到一个问题 咱们现在美容院里边 都存在一些问题 是不是 大大其他都会有 比如说像一个缺少顾客 缺少员工 那么缺少业绩这一块 对吧 那么你没有想过去 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现在开的美容院 都是属于这个 在最好的地段 我们不缺客人呢 那么 那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需要一个 进行的运营 包括良好的 让你在做减少添花 让你现在的业绩做更好 我告诉你 我的美容院一年 已经营收2000万了 我那个美容院都快倒闭了 她比较厉害 那你跟我说说 你有什么好办法 这样我们会用一种方式 就是说一多种引流 从线上做天下 线下对接与线上 一种对接方式引流 第一能保证我客人来 对吧 多来客人 第二还能保证什么 第二就是保证你店里面 员工的文化图件 因为店里边最重要的是 顾客这方面 再就是员工 帮我们培训员工 对 还能帮我们做什么 那就是帮到你们店里的 扶持业界提升 如果你要是去靠 招商加盟这样去推广的话 那么你要展现的是 你对这个行业的认知 你对这个商业模式的认知 那在这个过程中 它实现得特别差 你觉得你表现得如何 整体来说 说我一个是约紧将这块 这是重点 当女人一多的时候 你也不行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最接的都是 在一个 因为在我们印象当中 在美容院工作的那些男性 其实跟女客户打交道 她特别知道 能够女客户的痛点在那儿 对 三两句话 彼此之间关系就拉近了 谢谢 能够迅速地让这个女客户 对你产生一种好的印象 我以为你也是 但其实我觉得你不是 当她跟杨龙说了一半 开始往我这儿走的时候 她额同上出汗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她是不是特别紧张 一直在扭汗 对 我觉得挺一般的 其实你下店 下美容院去托客 其实你遇到的困境会更多 因为老板娘又可能压根不见你 连一个店员就会把你拒之门外 但今天我们六位站在这儿 非常有消费实力的客户 就站在你面前 你两眼不是冒光的 你做招商做了多少年 我做招商有五年的时间 那么刚才何诺诺对你的评价 你接受吗 接受 她说你很初级 其实怎么说呢 有可能我们设计面不一样 因为我是做的 整体来说是店面运营招商 包括像这个收购 然后这个店面的规整 如果你应聘到总监这个级别的话 你是有能力去关注到 洞察她在自己的消费 你要引导着我们跟着你走 而不是我们在座的激活后 要不停地问问题 带着你走 着急啊 关键是一个主动性的问题 来 谢谢六位 专业这方面嘛 专业这方面产生一些紧张 发挥也失误和失利 并没有发挥到 我真的想要的结果 你是这次面试 也要到这行业吗 还是别的行业也考虑 我会去前面去考虑 去衡量 就优先还是考虑 女员的老本行 对 其他的也考虑 你要求薪资多少 7K到10K 我说底薪 7K是吧 对 有低于限制吗 没有 除了销售和招商之外 别的考虑 会考虑 你应该有最想去的企业吧 孟权 做化妆品 这很适合你 你原来老本行 但孟权的贺总说 你很初级 那怎么办呢 第一轮要选了 万一他们也等等 我相信我的能力各方面 有可能在这场面中 我不太有点稍微紧张 没有发挥好 但是我相信一点 我会把它做更好 这样我总结一下 那个杨启林的表象 虽然我这个人皮超肉厚 也没有不懂什么保养 但是你刚刚讲的东西 我做完之后特别肤浅 而且做招商也好 做销售也好 我讲话比较快 杨蓉讲话也比较快 但是呢 我们尽可能把字讲清楚 也特别吃字 口齿越来越不清 对 我听不清你讲什么 我会很难受 所以你的嘴 比你的脑子快 就会出问题了 硕实言啊 我们印象当中 其实我们去到 哪怕是就是中型的美容店 或这些地方 那些哪怕是一些基础的 前台的服务人员的 说话的气质 都不是你这样的 其实我是觉得 他整体看起来的 专业度不够 然后这个文化背景不够 审美能力不高级 所以今天你确定 贺东东是你的意善客户 是吗 然后薪资底薪一定要要到 七千到一万吗 要调吗 可以 调到多少 五 五千 五千 对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一战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的方法 根据于这个皮肤 然后给他判断一下怎么去处理 那这怎么完成 那么简单说一下你的皮肤 好 现在说我也行 好 说我也行 没事 你看得出我做不做保养 很少做 为什么看出来的很少做 因为你的毛孔 很粗大 对 然后苹果肌这块下垂 对你的毛孔真的很小 看不到 像做那个 最简单一点吧 家庭能用的就是说 像做泥膜 然后涂抹之后 再就是用这个敷面膜 补充水分 我不喜欢敷面膜 敷面膜对你皮肤有好处的 我讨厌那一个玩意 如果说你做完这之后 让你皮肤更好 我不要那么好 我就喜欢有一种桑桑感 更有个人的魅力 在那里 我觉得个人的魅力 就是勾壑纵横 男人就应该这样 像一下那幅 著名的油画 腹性 一脸的勾壑 但是我介意一点 我还真介意一点 脸上有皱纹我不怕 我怕有眼带 眼带的话会让人觉得 对 有些人眼带很大 怎么办 眼带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做这种 让你现在国内有个技术 然后可以把眼带清除掉 启琳抓不到重点 你要抓到图老师的身份 他是主持人的 公众人物 尽管他排斥可能 更需要保养 其实你要打这个点 明琳 你之前在哪工作 你一直是在烟台是吗 对 然后之前工作的地点 也是烟台是吗 都是跟一些无证的 那种小美容院合作 打针什么的对不对 然后往那个专业的医院 去带人 是这种合作方式吗 对 所以你学到的这些东西 都是那些江湖气 你知道吗 没有一点专业销售的 基本素质 我觉得如果今天有机会 你去到贺东东那儿 虽然拿到五千的薪资 学到一些正统的知识 和一种正确的服务的态度 和行业的规范 这挺好 来 接下来时间 留给贺东东吧 问你一点 问专业知识 就是你刚刚说 你有学过肌肤的基础专业知识 那我们肌肤的表皮层 分了几个层次 角质层 肌底层 玻璃层和有机层 完全错误 胡言乱语 对 皮肤分了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角质层 对 透明层 颗粒层 有机层 肌底层 五个层次 所以你完全没有基础的皮肤知识 好 来 第二轮选择 来 把灯亮起来 来 贺东东有什么话 就要说 你确定要来北京发展了吗 确定 其实这是一个 特别好的开始 是我觉得你可以 再去我们HR那儿 再去看一下 法国目前也非常欢迎你 但至少在我这儿 我没办法给你投允许票 而且我觉得 你之前学到的那些东西 都是不OK的 要做销售的话 销售也是一种本事 那个不是靠忽悠 我想说 有一个特别特别成本低 和简单的方法 你们都不去用 就是有大量的书籍 是可以学的 刚才说的方方面面的东西 都有专业的书籍 你都可以看 都可以去学 为什么不用 而且它的成本最低 对吗 一杯咖啡的钱 如果你要觉得 这种东西 你学得太累 那对不起 你真的会被这个职场抛弃 我就这样一个建议 多读点书 比什么都强 好 行 再见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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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